羊聯第一的獨賣巨人 在東京巨蛋 展開與橫冰彎星系列賽的 第一場對決 本場派出王牌投手 金野智之掛著先發 雖然開局就先丟掉一分 但金野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自家打線很給力 隊長板本勇人給你靠 一局下站上打擊區不囉嗦 小白球中游外野方向 飛呀飛呀 說聲Sayonara慢走不送 一發搜羅轟 幫助球隊1比1頒平站直 而要說巨人軍的強打者 除了版本之外 不動四番 鋼本合針跳出來表示 喂 不要忘記我 面對橫冰先發投手 錦納翔一 148公里的快速球 直接就往左半邊送 陽春炮炸裂 各位觀眾朋友 鋼本合針本季第十二轟出爐 狂猛表現 在全力打排行榜領先全聯盟 也帶領球隊在四局下超前站直 所以打鐵趁熱大火們也延續攻勢 得點圈有人的情況 本場還沒敲出安打的鯊魚哥PARA 手感雖然有點悶 但也靠著滾地球打回分數 巨人取得3比1領先 有了好隊友火力支援 先發的金也置之 投得也越來越安心 主投七局 雖然被敲出七隻安打 裡頭包含一發左野會態的紅BROWN 總計丟掉兩分 但另外送出七張老K 數據依舊是優質先發 至於台灣球迷最關心的楊帶綱 本場雖然沒有被排進先發陣容 但在七局下也獲得帶打機會 取代楊炮PARA 右掌上場不急著強攻 反而是開啟選球演 選到四壞寶宋 上一壘後也很積極 橫冰出現爆頭 楊帶綱快推開跑 繞過二壘再拼三壘 安全沒有問題 右掌站上得分大門口 只可惜隊友火力不幫忙 沒能為球隊跑回分數 不過巨人軍打線 今天相當有效率 雖然六隻安打不算多 但裡頭包含兩隻拳雷大 有效串聯總計打近四分 中場就以四比二 擊敗橫冰收下二連勝 外題新聞綜合報導